网络上有段子云爱情公寓里的好男人曾小贤,并不好男人,反而花心大萝卜与小步,其实并不花心。 当年凭好男人曾小贤一直闯出名声,加上舅舅是大导演陈海哥这层关系,陈鹤演艺之路品不清云,但遗憾的是并未遵守本心,而是犯了错误。 从积极无名到大红大紫,陈鹤的成名路上,一直有一个红眼知己不离不弃,他就是陈鹤的前妻许静。 当初两人在初中时,就成双入队,相识于威识。 后来陈鹤许静考入不同的大学,课分隔两地并没有隔断这对情侣。 在上戏学表演期间,陈鹤更是经常出空曲约会许静,来回的火车票雷起来厚厚一点。 毕业后,两人自然走到一起,有劲的陈鹤还在节目上公开了这位交往多年的女友,网友夸喜友担当。 在爱情场跑的第十三个年头,陈鹤的许静披上新娘的婚纱,举行浪漫婚礼。 遗憾的是,隔年陈鹤就被爆出鬼女演员张子轩。 十四年的感情,戛然而止。 抛弃许静之后,陈鹤闪娶张子轩。 后者是模特出身,跟娘女一样都是某时尚杂志润烈的模特。 那会两人是非常好的姐妹关系。 张子轩跨行影视圈发展后,曾参演《长大笑爸爸》,失恋三十三天,大多演配角居多。 饶了好几年的配角生涯,好不容易有机会当正逐渐一管笑传。 那时的男主角正是人夫陈鹤。 可就是这部剧的拍摄,让两人互生好感,心里也到戏外。 吃下饭。